各位大家好 上集說到劉邦終於殺入咸陽 看到前面榮華富貴 宮殿金碧輝煌美女如雲財寶如雲 他身邊謀事張良和親信大將犯快都勸他 不要去到貪圖眼前的享樂 不要貪圖眼前的榮華富貴 一定要節制 一定要自我控制 犯法勸他退兵去霸上這個地方 千萬不要亂斬這些短暫的快樂 張良在身邊勸他 劉邦聽不聽呢? 最後他成功的人士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他懂得節制 懂得控制自己 就算他一時得意忘形 他都很快會修正 畢竟像你打一場比賽 雖然你頭半場是領先 但未到最後你都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可能你上半場領先三球 下半場都可以被追回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 一場歐聯伊斯坦寶之役 A.C.米蘭上半場贏三球 下半場被利物浦追回三球 最後射十二馬輸 他們還半場在更衣室慶祝 所以劉邦最後懸崖立馬 而劉邦如何認識張良 飯快去同鄉 大家都是一起娶一對姐妹 做老婆 張良本身是一個韓國貴族 他在秦始皇期間 在薄浪沙曾經僱傭一個大隻佬 一個刺客 扔一塊大鐵錘 大鐵錘 當年劉邦遇到張良 一見傾心 成為知己好友 一起投奔項良 而張良是一個足智多謀的人 有一句說話說 你有張良計 我有過長梯 意思是你雖然很厲害 你有張良計謀 但我也不差 我也有爬過長梯 跟你競爭 跟你比鬥 即是說張良的智謀是很厲害的 張良輔助佩公西向滅秦 一路上跟秦軍交戰 都是無往而不勝 特別是戰在搖關 本身劉邦想用兩萬人 一舉攻打 即攻陷搖關城 但是張良就向他進間 他說 秦軍實力也很強 我們絕對不可以輕敵 不如我們在搖山四周圍 插上旗翅 這次布上移兵 讓人覺得我們很多人害怕 先令到軍心散亂 然後我們再派 我們很出色的外交大臣 或者一張利嘴 口才非常厲害 有一個人士叫力耳機 我們平時以為是讀離食旗 其實應該讀力耳機 力字是美麗的例子 而右邊有一個耳朵 左奉右奕 右耳朵 叫力耳機先生 去賄賂秦軍的將領 一定會成功 張良就是這樣建議 劉邦聽從之後 果然攻取了搖關 而劉邦亦怕秦將 雖然投降 但是事卒不服 又依張良的計謀 假裝說 你投降了我們一起吃一頓 好 這個 稿賞三軍 一舉 將他們去韓服 所以 以往 韓宇就用計 借些請他們吃一頓 可能全部把他們殺 但是這次 他真的去到 鼓勞三軍 令到他們 人心 是韓服 知道 我有誠意 和你們合作 或者你投降 我也不會亂殺你 所以 西向入關 張良是立下漢馬公路 因為 當你 好像有很多支巡兵 有一隊巡兵投降 果然劉邦對他們很好 就是 完全沒有規諾他們 這個消息傳到其他巡軍的時候 自然很快就會去投降 反而 你去屠城 去殺了那些韓族的時候 其他巡國的士兵 更加不會投降 我反正都要死 我和你搏 韓宇就面對這個情況 不然韓宇太好打 全部都不教他打 劉邦仔細一想 都覺得犯法張良很有道理 所以 翻身 落了這個農場 跟張良離開了柯房宮 接著 劉邦下令關閉宮門 封上庫房 率領將士離開了咸陽城 回到霸上駐紮 關中的百姓 見佩宮軍隊 不再騷擾和損害百姓 心裡都覺得很佩服 和很欣賞佩宮 他們很為人民設賞 所以令佩宮大得民心 對 剛剛好有一個很晴朗的天氣 附近 那些地方 都很軟靜 很安長 都很平靜 沒有發生任何事 當日 霸上的軍營 正在吃下午 劉邦和張良喝兩杯 在那裡聊天 劉邦說 唉 張先生 我們入關已經這麼多天 雖然沒有冒犯秦地百姓 但都沒有完全贏得民心 所以我近來都在想這件事 雖然他們對我們都沒有什麼 但怎樣令他們更加支持我們 我們看到劉邦這個人很厲害 他現在不是在想如何抵抗什麼軍隊 是在想如何得到民心 張良就倒了一杯酒 就說 配公 你叫將士不要侵犯百姓 無疑已經贏得一半的民心 接下來 我們一定要主動為百姓做一些事 令他們得益 劉邦就點頭 想了一會 他就對張良說 好 你明天幫我召集關中國縣的父老英雄 一起聚在一起 我有事宣佈 張良就答應 起身告辭 劉邦就想到秦地百姓 在秦二世或秦始皇統治下 苦苦掙扎 很慘 受到很多殘酷的刑法 可能裏面有很多人 又去做苦工 又去出征 都死了很多無辜的百姓 心裏面 就有一份使命感 希望為百姓 帶來安居樂業 翌日在寬唐華禮的秦宮 郭縣的長老豪傑 仔細一堂 氣氛又熱烈 而且融合 來皇宮 在路逛逛逛逛逛 都覺得很神奇 因為他們一向都沒有機會 進入皇宮 對劉邦更加增加了好感 劉邦進入大殿 眾人都不出聲 劉邦很客氣 和大家行禮 他說 各位父老 各位英雄 很久之前 其實 我們本身是過著 很安居樂業的生活 但是 在暴巡的統治之下 我們的百姓 大家都受盡暴的統治 上進重朝的種種酷刑 大家真是受苦了 劉邦的口吻充滿了同情 各人聽到之後 被劉邦的說話打動了 也想起 對 以往的日子真是很慘 劉邦接著說 當初我和楚王和各國諸侯相約 誰先入關 誰做關中王 現在 我就是關中之王 說到這裡 劉邦就馬上看一看 掃一掃眾人 有什麼反應 看到大家都聚精會神地聽他說 無疑他們 都已經默認了自己的身份 至少沒有人反對 劉邦心裡 首先有一陣滿足 於是他繼續說 大聲地提高他的聲音 今天我請各位來 是要向大家宣佈我的約法三章 第一 就是殺人者填命 第二 傷人和偷野的人 根據罪行的輕重 賠償或者治罪 最後 就是所有秦朝的法令 全部取消 只是剛才那三點繼續保留 以前可能你侮辱政府 說秦始皇是非 或者可能一些被人佬屈的罪 可能那個人就沒有事 另外一個人跟你有仇 大家得罪了另外一些人 那些人就 督你背部 就說你可能 圖謀不貴 那就可能被人拘捕了 而且問題 以往如果同一條村 同一個住的地方 有人犯了罪 是整條村都要一起 去到有同樣的罪 我這條村人殺人 那我就要被人殺 所以很多冤獄出現 是很慘的 人人之毅 你又防我 我又防我 防你 是很慘的 所以劉邦一說完之後 哇 那些人興奮到拍了手掌 歡呼聲 喝彩聲 每個人都很開心 眼睛射出 是那種敬佩的光芒 那劉邦又安慰大家了 各位父老 不用怕我們 請你們做回自己做的事 正常生活就可以了 我們就會註冊在八常 至於現在就等其他諸侯來到 一起制定具體 而有效的法令制度 讓大家安居樂業 去到這個時候 大家已經完全信賴了劉邦 唯恐劉邦不做關宗之王 大殿內的氣氛越來越熱烈 大家暢所欲言 有些人在投訴以前秦國 怎麼壞 有些人稱讚和書法對漢王的欣賞 搞完一輪之後 大家回去了 就向國縣的百姓宣佈了若法三章 果然心得民心 國縣的長老紛紛邀請劉邦去做座上客 請他吃飯 那班關中的百姓 紛紛拿出牛、羊、美酒、糧食 去慰文配宮的一班將士 劉邦都一一借住 對啦 百姓的好義 告訴百姓 我們糧倉其實已經有糧食了 不用大家操心 大家有多餘自己享用就可以了 劉邦就用若法三章 替代了秦朝的嚴刑苛法 贏得了民心 鞏固了他在關宗的地位 以至在若干年之後 關宗的百姓仍然去念及劉邦的功德 勇立他做真正的關宗之王 但是劉邦實際上現在要面對勁敵韓宇 所以他這個關宗之王做不做得好呢 都要問韓宇 那韓宇的兵快要殺到來了 究竟劉邦對著韓宇會怎樣做呢 劉邦做不做關宗之王呢 還是韓宇用他的武力 用他的哄口的實力 將關宗之王從劉邦手中奪去呢 我們下集再說